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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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舒服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泰克金的手柄 也是做了类似于这个刀片这种晶斑处理 电镀的这种蓝色 配的蓝色定制螺丝 全刀都是定制螺丝 除了这个是一个梅花的 其他全部都是定制的 全部都是定制螺丝 手柄的厚度也是十分可观 泰克金的背夹 背夹用全泰制作的进口刀具 这个就是一个高端刀的一个象征 一般这个进口的刀具 做全泰夹的是非常非常少 但是在国内的话 这个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 研磨一直是松天居男的强项 也是松天居男的灵魂所在 可以看到它在一个95毫米的 这个有效刃肠里面 一样是做到它这个标志性的 格式变奥膜 近似镜面的一个刨工 居男的刀子的锋利度是无与伦比的 夹刃开的很长 保证它的穿自性 同样它的4.5毫米的这个刃厚也能保证它的强度 格式打磨的优势就是又锋利又强度 很漂亮 对吧 365度没死角 360度没有死角 这把刀子它停产的原因是因为部分产品的锁定有问题 导致它这个刀子不再生产了 但是我目前拿到这支 我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锁定顺滑程度都是还是不错的 它这个开启的速度的话不仅不慢那种啊 不会特别有劲 好在这个轴是比较顺滑的 所以每次打开的话都是能够打到位的 就是你总感觉它最后打不开打不开 但是我还是可以正好的锁住 就设计的是那种比较慢吞吞的那种折道 不是那种急速响应一点就有的那种 真的是很帅很硬了 确实是水 但是这把刀子你要说实用的话是不会特别好的啊 首先它的这个研磨非常漂亮 而且特别锋利如果你使用用盾了之后咱们再去研磨也能达到这个锋利度 但是肯定没有原厂的这么漂亮啊 尤其像它这种交接的地方要想做到这么漂亮 那是需要非常大的难度的 但如果只只用前面这一部分的话再去进行研磨问题倒是不大 然后再一个它这把刀上面这部分 如果是实用的折刀的话一定是要有一个防滑的槽了 这款的话这种设计可以直接看ZT ZT的刀子都是比较实用的 这上面防滑槽会会很多 就ZT刀子用起来的话是很实用的 这种一千多美金的刀子那肯定实用价值就低了 重要的就是一个把玩 欣赏投资升值 虽然投资刀子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 不过这个也还是挺好玩的 OK希望大家喜欢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只折刀的 如果它能够再去推出二代产品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巨大的折刀还是能够演示演绎出来 它与其他的品牌的折刀完全不同的地方的 挺不错的 再见 再见